在前往纽约JFK的路上 今天早上周长11点钟的时候 就宣布大家所有的都walk around home 然后前面有段路特别堵 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能大家都出城吧 现在 反正最近内心挺胶着的 现在到机场了 然后 这是机场的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this area is for loading and unloading only vehicles must be attended at all times 没有看到 JFK那么那么空 超级酷 超级酷 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的前台 现场的工作人员们为大家测量体温 这里是登机口 飞机上取消了成规的餐食服务 有两包食物来代替 在距离落地上海大约两个小时左右 每个乘客都需要填写一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健康声明卡 现在是凌晨的1点 19分 然后 我总算可以下飞机了 现在是凌晨1点29分 我在排队上交出入境健康声明卡 工作人员会根据大家的出入境 时间以及健康状况 在护照上贴绿标黄标或者红标 这些标志决定了你是否需要14天隔离 是否可以去公用场所等等 这是凌晨2点的上海浦东机场的拿行李的地方 根据自己所居住的区域 填一些表格并且准备做核酸检测 我们现在在这边等车 然后去做核酸的检测 现在是早上的 6点钟 3月22号的6点 然后从昨天的7点40 就是飞机抵达上海到现在已经过了快12个小时了 就中间完全没有睡觉 所以呢 我准备睡一下下 然后大概过一个小时左右会有工作人员来抽血化验 好的睡一下 早上6点半我做了冠状病毒的鼻咽柿子 并没有做厌血检测 那么因为当时不是很方便拍录像 所以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个 就是鼻咽柿子的照片 现在是3点33分 我刚收到工作人员的电话 他们说我可以回家隔离了 现在是3月25号的5点53分 那么呢 5分钟前我有收到一个电话 就是社区的医生他就说 因为我飞机上临坐 然后就是比较近的座位 前后三排内有一个乘客被确诊了 冠状病毒 那么所以呢 我现在就是一个密切接触者 那么我等会就要被送去集中隔离 嗯 我现在的心情 嗯 有点害怕 然后但是就是觉得 尽力防护好吧 就是 嗯 嗯在隔离的地方 嗯 可能也比较安全 我也讲不清楚 但是 就是有那个政策嘛 然后 可能在集中隔离地方会 万一有什么事的话 比较容易被发现 所以 就是这样 祝我好运 现在我前进 那什么救护车 哎呦 哎呦 不能太热 是不是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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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